那我们中央政府有定规定要希望地方政府配合管理 但是我们从海中天这个违规使用 它到现在也没有申请民宿 然后也没有去申请这个排放水 要合乎这个排放的标准都没有的话 那后面还在新盖这个回南客栈 我们这个两岸会一起请中央跟地方政府来具体 那现在民宿是观光局观光署管的 我们请观光署中央跟地方一定要重视这个案子 因为这个开发案是在重要的湿地旁边 然后呢它的这个我们知道全球软化气候变迁 我们这个地方又是经常有台风来的这个 这个浪也都会很高 所以这个地方的民宿的安全呢 也是让我们觉得政府花莲县政府在发放这个建造使照 一定要更加的严谨 包括我们的观光处这个部分一定要重视这个地区 那相关的规定我们希望能够定得更具体更明确 那现在我们请花莲服务处主任 好